更优于原车 那么好 我们这个方向盘来给个特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语音键 那么我们按一下这个语音键 直接可以呼出来 这个语音声控的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网络 所以说这个声控暂时没有办法去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体验 但是呢 这个是很方便的去 去使我们有这个 更好的使用的体验 那么这个按键是蓝牙的按键 按一下这个按键呢 那么我们就会出来这个蓝牙的这个界面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的手机已经连接了车机的蓝牙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按键来进行接电话 以及挂电话 好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倒车 因为因为我们这台车 我们已经加装过了副厂的360全景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倒车这块效果上面呢 我们没有办法更直观的去 去比对跟原车的一些效果的差别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的大饼是兼容原车的倒车 以及跟原车的倒车轨迹 都是兼容的 好了 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好 桥 汤 Doncs